我是Tony 我的中古是1988年三岭 Starion 我的童年回憶基本上有兩款車 第一架是斯泰隆 我怎樣認識它 其實都是因為小時候看電影 進戲院看到這架車 這麼有型的感覺 很筋肉 那種感覺 那時候看電影的又是黑色 讓它那個樣貌吸引 其實你問我當時 知不知道我是斯泰隆 其實我不知道 人老了就會有點懷緬 做了這麼久 車這一行的話 自己喜歡的車 有的 但是自己真正喜歡的車 都沒有在自己身邊 所以就打算去找 三年前 剛好有個朋友 他就撲岸了 我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想買了 那他就是因為要離開香港 我想找一個懂得照顧它的人 因為這架車買是沒甚麼問題的 其實 但是最主要你有沒有能力去照顧它 有些人又會覺得 你做不到就買它 或者怎樣 但在我來說就不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我買它 我就想做好它 可以日後駕駛下去 這反而是我自己和太太考慮的因素 我又在停車場看這車 我拍了一張照片 車頭給她的感覺 雖然未必很像 她說 它很像一輛蝙蝠車 線條很型很特別 她看完照片 好像她比我還喜歡 我們一下子就決定了 其實百多年代正值於日本車壇的高峰期 三嶺有甚麼車種 曲仔 Lanza Turbo 後期的GTO 這些車種都很深入紋身 但史太龍當時賣得很少 實質上 在日本現在去找Lanza的 123456代7代 或者10代也好 其實也找到你的車 但你找史太龍一輛原裝車 基本上還要靚原裝油 沒有甚麼生售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的 我也很慶幸找到它 如果史太龍的話 基本上它有四個版本 香港的版本大致上都是2000cc 它基本上是4G引擎 車身外殼都有兩種配置 一款是沒有拋砂板 另外一款是我這一款 有拋砂板 我這一架是1988年的史太龍 2.6的GS-RER 基本上是頂班 我這麼多輛車 這麼久以來 太太也不太好坐 但為何她會坐這輛車 第一張椅子很舒服 而且她會發現這輛車的空間感很大 有一次看到那些屍湧有點披披地厚 她就親手幫它 縫起一些快要披的位置 還有一些想穿洞的地方 都跟它一步 這也是唯一一架車的動作 其實我每次駕駛出去都很響山 一邊駕駛一邊感受 當年設計師設計它 到底是為何會設計它呢 為何會放2.6的貨車引擎 加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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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現今科技上是很慢的 不要想著它很快 但很多東西可以有一種聯繫 可能設計師如何設計 你可能會感覺到 現在的車子如何靈彎 當時我覺得它也不差 俗語有人 識貨之人就選三嶺 有些朋友跟我說 現在三嶺好像在走比較下坡 沒有什麼車款 其實在我來說 可能不只是三嶺 有很多車廠在過往這幾年 都比較沉寂一點 就算神話式的GT-R 你發覺它R35到現在 其實已經是07年到現在 都還沒有新車出 反過來 三嶺也不是很差 很坦白說 我會期待一件事 就是在一些現今的先進車 有當時三嶺的影子在裡面 不需要一樣 不要改得太不同 每次我駕駛它出來 例如我駕駛油站 有些老的叔叔都會說 哇 你還有一輛這樣的車 這些車還可以逛街嗎 可以這樣跟我說 然後就很不其然地 從頭到尾 從上面到下面 哇 年輕人保持得好 說真的 我也不是年輕 你會發覺 人與人之間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互動 因為這輛車 很有趣的 這件事其他車沒有 我未試過 其實我擁有它 不算很久的日子 但是在這幾年 它給我深深體驗到的一件事 就是跟老爺車的相處的執著 可能你會覺得它水溫偏高時 你不會去踩它 即是你會跟它溝通之後 你就知道它有一個特性 你去到某個時間 你不會踩那麼厲害 你覺得它舒服的時候 你就隨便去踩它 這件事都是一個對待家人的好的方式 很坦白這麼說 當它發脾氣的時候 你曾經會想不要它 但是 轉頭來 原來 叫你要它 那個是你的太太 你可以說 那當然人會百年歸老 我相信 有機會 它會老過我 我也不奇怪 但是問題上就是 我是很享受這段時間 跟它一切的生活 随法 seguinte 才會不會 有口悶的 應該 frog 不 聲音 吐 心